這兩場比賽 晨晨維還沒有出現安打 整個打擊狀況有點下滑 他是在打線當中對布雷克打得最好的球員 不過這個球看起來在離本類板不遠的界外區 被林黛安很迅速的接近手套 昨天有一個寶宋上臨 昨天雖然沒有安打 先看這個球在左奧野方向落地 剛正要講就是昨天雖然沒有安打 但是他有兩個球打得非常紮實 如果林子惟能夠打出他應該要有一個水準 我想對樂天的打線真的是蠻難應付的 廖建復打這個變化球在三壘的上空 遭到潘傑凱接傷 所以一開始三位打者有兩個是打沖天 昨天比賽精彩的部分就在後段 這個球位置比較高 又被林鴻宇打成安打 哇 這三連戰林鴻宇真的很可怕 是 已經是三連戰當中的第七隻安打 哇 蘇宇賢第一個球是曲球的好球 今年球期他總共有七場比賽 是至少投七局 所以吃局數能力相當強 兩號兩壞 哇 這個外交的觸球 一百三十九公里 蘇宇賢揮擊得比較猶豫而遭到了三陣 基本上每場都會倒 對 在地的子弟兵兩號三塊之後 林家瑋這個球打到 又半點漏掉了 廖建復 打到手套之後 球滾到場外去了 所以要記一個藝人手失誤 因為班長也參與過 呂文森教練指教那段 三連霸的事情 確實 其實滿有感觸的 是 沒有帶堆 先看一下場上 這個拋的一個位置 並不是非常的理想 所以 又加上 邱智人本身是具有教程 覺得他有一些帶來的一個空間 內角 內角球 傳向二壘 然後球滾到 外 斜線的旁邊去了 這幾天在倒壘時 常常面對對方左頭也 timing抓得會比較輕 好 打在了左外野方向的飛球 在邊線附近 被朱宇賢給接殺 兩出局 這個球的位置比較高 打在了左外野方向 有一點擠壓 朱宇賢來不及感到 所以兩出局之後 球滾成當然是頭也不回 直接得分了 能夠破壞 能夠纏鬥 基本上就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助攻 一直折返跑 不過最後這個變化球 是比較高的位置 對 會有些壓力 尤其當媒體去問他 就大家一直在談論的時候 有些選手會有一些壓力 神拳安打出現了 M2 M2 在一出局之後 林毅全站上壘包 哇 這個低角度的進壘點 林毅全打得相當的有進 短打也不盡 能夠把他安全能夠上到二壘 就想辦法把球 急得扎實就對了 應該有機會上三壘 好 長打喔 金丹 這支長打 讓林毅全直接 站上三壘壘包 哇 這次的一個飛 也是相當的精彩喔 哇 他現在沒打一個安打 都是在 在破自己的個人紀錄啊 沒錯啊 這球對方的縮小防守啊 哇 這次的一個區前 就相當的成功喔 對 在這個系列賽 他還沒有安打出現 打高了 在界外區三壘手林承飛 兩腳非常高喔 所以讓他有充裕的時間 跑到定點 將林家瑋的飛球給接近手套 今年兩成二的賽季打擊率 哇 這個球林振華 閃都沒閃啊 蠻技巧性的用他的護肘 當然 本來就擺在那邊了 布雷克又要攻內角 所以行程 如果林振華上壘的話 是有機會跟陳成威 行程快腿的串鱗 打進場內 二內方局被籃下來 籃球 籃球 再傳一籃 哇 很接近啊 對 哇 這個球陳重廷精彩啊 今年揮空率百分之二十 算是比較高的 再走 這個球 主審好像沒有判好球 對 所以不用傳二壘 稍微偏高的一個 變化球 又活著主審老師這個青睞 和林 對戰兩成一打擊 主審這邊好像先喊暫停 因為計時器響 計時器響了 可能就是超過時間了 對 所以要判一個壞球 目前小胖的四十五分打點 是樂天桃園個人最多的 比第二名的陳成威多了十分 打進場內 游擊的正面 先傳二壘 再做轉傳 沒有問題 重要的雙倍比 同一時隊掌握住了 布雷克雖然投得辛苦 這個半球用的球量多 也投出了兩次保送 但是這個滾低球來的是時候 關鍵的點是在三局上半 一股出身球之後 後續的一個投球 增加到很多的一些用球量 這個球 有外野方向 要留下來 留在場內 但是宋家翔現在已經是 大步地跑上二壘了 這顆直球的掌握度 就相當的漂亮喔 嗯 三壘手潘傑凱 站得比較前面 站在草地跟烘土的邊緣 在草地上 再點 這個球 投手來之後選擇傳三壘 Safe 哇 欸 喔裁判 看看這個判決 認定是Safe 對 是不是有 這個手勢 是不是在 是不是認為有阻礙 對 應該是有 擋住 擋到擂包 擋到擂包 這邊 前兩天還出現過爭議喔 對 楊聰輝 先生呢 三壘省 滿明確的做了這樣一個手勢 順利的進壘之後 球打在了右半邊 要看林家瑋的傳球是往哪個方向去 因為三個彈跳才進到補手手套 所以比較沒有威力喔 對 三點上的跑者回來得到了追評分 因為境況不是非常好的時候 會很輕易的很簡單想要投進好球袋 的那種心態喔 就很容易會被掌握住這樣子的一個攻勢喔 好 有幾方向 二與五 歡迎境迴傳 一人省說是out Double play 好 許哲諺 這個傳球相當的及時 這個球如果是滾進球當然就直接跑 如果是撇飛球的時候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對 左半邊 老角度打到 許哲諺 好 現在上二壘不成問題 一出局之後 統一是對今天後段放肆的第二支長打 由許哲諺打出來 今天威能帝還沒有投出 四塊球保送 這一個保送出現了 外角低 這一次的一個選球 就非常到位喔 小黑打第一球 打得相當的高 而且非常深入的正好還在往後 對 對 在警戒區接殺的小黑 哇 打得非常的有氣勢喔 打下 超前奔喔 有了 在左半邊傳越出去行程安打 取得葉兆波 三壘之後呢 現在回本壘得分 球是往二壘傳了 所以沒有問題 超前奔 由呈截線所打回來 哇 這一次打幾次 真的是掃動鉆喔 打得不是非常的扎實 有可能就打了就跑 微棒落空 高角度的訴求 三陣的智傑 休息的時間請做一些推廣 甚至讓球迷可以有一些活動 所以對於一個先發投手來講 真的是比較不好 有機會追到嗎 又打到了拳尾打牆腳下 小胖這個系列賽實在太可怕了 又直接站上二雷雷包 今天的第二隻安檔 然後兩塊 最後拉了相當遠 若干姐妹 這肯定留不住了 這個 這個朱宇雪其實 在應變的過程當中 其實 還滿快速的 再兩好兩塊 配了一個 直插球 頭在比較稍微高的一個角度 也被朱宇雪可以掌握住了 就是拉到了右半邊 飛越了拳打牆 他是不是 要持續在緊地去等板 沈總廷多了兩條命 這次安檔 對 決賽今天 統一能夠利用保送上蕾的機會是滿低的 安檔出現 有可能會上到三壘喔 平一拳的兩千萬 M2 所以評分陳聰廷在三壘 這個球有掌握住安檔出現 雙方三比三平手 哇 好 比方好很快喔 有點失頭 對 有一個失頭的一個編號球 投在比較高的一個角度 就令大家能給掌握住 是不是打向中外的一個平飛 帶有一分大領的安檔 四個人打了六支安檔 六支安檔 屌高球 哇 韓白是薄喔 你用了隨隨地一個出棒 反正 壘上的跑車 還等待隊友的一個事實的一支安檔 而且算是陳勝平 林佳偉這個球在右外翼的方向 但是距離不夠啊 不夠扎實啊 啊 這個明顯的失頭 直接砸在邱智琼的背上 是 這位明顯的失頭 直接砸在邱智琼的背上 還打碰 unglaub 傷了全結線 震常攻擊 絕線拉在二壘防區 茲蕭選擇穿遊擊 再轉穿一壘來不及 這位上來猜 lihat Nabuc近 今天則是完整的一局 這球被蘇智傑打到了右半邊 安打出現 接線讓摸二壘之後 現在要攻佔三壘 滑上去 這次的安打非常的關鍵 又是一個變化球 投在比較高的角度 讓蘇智傑掌握 就蘇智拉到了右半邊 男士的鳳梨都消耗 潘傑凱打在對方的不爭裡面 但是在日本 在日本基本上是找不到 對 大家都練得很壯 這球被擊成安打 蘇智傑站上了一包 這個低角度的直球 蘇智傑打得非常的精采 好 今天已經承黑了兩次打擊都是三陣 對 好 點球 點在三壘的時候出來 看一下二壘選擇傳一壘 這應該變化球 露露至平 哇 沒想到 出棒慢了 兩好壘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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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球來 打在了左外野方向 邱智智 後退之後掌握住 接殺了宋家翔 讓對方在九局上 但得點圈這個人回不來 三比三又進不到九下 好壘 聖雅只有一支再見全壘打 就是在紀念球季 揮棒落空 被這個低角度的變化球掉中 兩隊在六局打完就形成了三比三 一直到現在九局下半 打進場內陳冠宇接到後 下手拋給自己一壘手兩出局 今天有個上壘是七局的時候被觸身球 現在要的是一個上壘者 哇 的確也沒投進口球隊 兩隊的實力博中之間 接線這球反方向打在三壘方區 WIDE SAFE 哇 廖建復接球時 似乎身體有偏喔 秋智智在二壘 陳冠宇面對蘇智傑 第一球就要在外角 沒有獲得住的一個期待 對 因為現在來到了一二壘 當然初局 其實晚上一五面對的蘇智傑 每一個球都非常的關鍵 哇 這球就比較明顯的壞球 三壞球沒有好球 哇 哇 奇怪 怎麼要投好像都沒辦法投足神所號 所以現在四壞球保送 應該換上了代打 胡金龍 今天胡金龍面對左投手來講 確實攻擊力是相當的理想 而且昨天他就是 面對陳冠宇 當時在八局率先上來擊出二壘安打 對 尋覓玲姐教練這個時間 打掉到底 我們應該是不是再詢問一下 最投手的一個狀況 是不是已經完成了熱身的一個狀況 因為這個結果很上面 你會遇到一個很會打左打 左投手的打者 就具有經驗 對 但是看起來沒有我要換 對 我想應該是 什麼好的一個熱身的一個狀況 並沒有達到可以出賽的一個 的部分 蠻累 胡金龍的進攻 第一球出棒 他要出去 戰艦安打 胡金龍 連續兩天棒打陳冠宇 而且這支善陣安打 價值連城 對 哇 一上來才剛剛要講說 第一顆球要注意 畢竟 陳冠宇前面的一個直球的狀況 並不是非常理想 為了搶一下第一個好球數 那胡金龍的經驗真是夠老到 一開始上來 我想一定是針對直球去做一個攻擊 那這顆球 胡金龍也掌握得非常的好 而且打得非常的扎實 就沿著投手 球旁邊擊出一個再見安打 是 哇 這支再見安打 讓統一師隊 在這個禮拜 比賽打完已經登基了 對 哇 真的非常非常的關鍵 對 對 是 對